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国家 他们其实在利率政策上面 已经开始大转弯跟调整了 尤其是很多新兴国家 他们的调整速度更快 因为他发现说 这么跟进的激进升息 然后对自己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们都借用这个日经中文网的表格 他当中其实写的还蛮明显的 就是说像美国的部分 它是说最终利率会高于9月当初的预测 墨西哥也是认为说还有升息的空间 暗示放缓升息欧洲 英国 澳洲跟加拿大 其实欧洲这一次还是深塞还是蛮多的 可是他就有暗示说 他没有办法再跟联准会保持一样的步调 停止升息的就是巴西 然后跟波兰 尤其巴西其实它之前连续好像12次的 这个就是升息的会议当中都是升息的 那10月的时候就开始搁置 开始停止 那波兰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个经济伤害太重了 可是老师是不是这样的趋势代表说 他们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承受不了 跟美国同步法这样子的压力呢 所以你看这边这些国家 大概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他的国家的经济蛮好的 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的这个升息的这个脚步 所以他觉得他可以不要升息 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资金外流的这个顾虑 所以他就不需要升息 像巴西 所以就巴西来说的话 他根本现在 现在升不升息根本在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那另一类国家呢 就是他的经济已经很惨了 已经衰退了 他已经承受不了再升息的打击了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衰退本身就有 压制通膨的这个作用 所以他就等于使他用衰退的力量 来压制通膨 而不是在继续升息 使得经济更进一步恶化 像欧洲的这些国家都是如此 陈老师那像欧洲的部分状况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欧洲尤其欧洲英国是非常惨 他们被这次这个俄乌战争的影响伤得很厉害 尤其这个能源的价格 老师可是他们停止升息的话 可能就会面对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 就是他的通膨会更严重 而且资金会外逃 对 那他怎么办呢 两孩相权取其轻 而且我们刚刚说 因为他经济已经衰退了 因为衰退本身就可以打击通膨 可是经济衰退他打击通膨 一样是需求面 需求面的快速萎缩 可是其实需求面有限不是吗 对 就表示你用升息来压缩需求面 跟靠衰退来压缩需求面 结果是一样的 那何必多此一举 可是衰退之后压制了需求面 看起来好像通膨会降低 可是因为你的利率因为没有升高 所以你的币值会扁得更多 你的进口物价会更高 就又会推升通膨不是吗 会 可是他现在为了要维持他的经济 不要再衰退 倒是好这样做 其实这相关的就会延续到 有观众他就认我说 就像老师说 经济衰退可能可以抑制通膨 那像有观众他就有提到说 那经济衰退是不是可以使 房价通货膨胀跟就业市场 能够失去平衡之后 然后又能够恢复到平衡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我们看来房子 当然房子是非常影响 这些高级率 是因为房子是非常影响的 我们都一直在强调 房价股价这种失衡状态 是来自于 Bernicke所创造的量化宽宗 他借这个德诺贝尔奖 但是他遗害全世界 那今天他撒了这么多钱 到全球市场 把房价推高了 把股价推高了 目前你要靠衰退 要把这些问题解决 其实它的根并没有动到 它的根就是资金泛滥 资金过剩 所以我也把这个资金慢慢抽掉 让资金的借贷成本慢慢升高 才有可能使得 也许在经济衰退的同时 房价降下来 股价降下来 最后走到一个平衡状态 目前好像在往这方向走 因为联准会它是 所谓升息 其实就已经在压缩市场的资金 它又在缩表的话 它又直接把资金抽回去 尤其对其他国家来说 当美国升息的时候 别的国家 它的资金不但流失 它本身就表示 它已经没有那么多钱 去维持过去的房市繁荣 股市繁荣 所以其他国家可能会 更早走向衰退 更早看到房市股市的崩跌 所以变成是说 它不能单纯只靠经济衰退 让这些所谓这几项 失去平衡之后 所谓的再回去复平衡 它的最根本还是 后面的货币的供给数量 要同步的话 它可能会是更快速的 因为在过去 从2008年到现在 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全世界的经济 基本上没有什么严重的 衰退现象出现 就是因为钱太多了 所以因为钱这么多 所以你看不到衰退 因为它不断股市 被它吹起来 房市被吹起来 用假性的繁荣 让大家都觉得 好像经济很好 所以就没有衰退的问题 因此面对这个局面 你要怎么样让它衰退呢 你就把钱抽出来 把利率拉高 把借贷成本升高 只有这样 否则用其他方法 你一方面把钱关下去 一方面说我要让经济衰退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像另外一个观众 他就有讲到说 因为他看到目前 这个美股一下子 有反弹那么多 之前前阵子下降很多 然后最近反弹的趋势很强 所以他想要了解的是说 像美国反弹的强度 跟持续性会到哪里 那因为小编也有留言说 因为这个更详细的股市 可能还是要问股市转家 那我们只能从 总体经济的角度来看 老师那这未来的趋势 大概会是怎么样 或是长期的吗 还是这映花一现 股市的繁荣 美国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因为美国目前 它一方面 它在让美元升值 一方面 它的市场在收紧资金 提高成本 但这个同时 因为它升息 所以美元升值之后 大量的资金从国外流进来 所以美国市场 并不像其他国家那么缺钱 我们知道股市是靠钱堆起来的 所以如果钱还源源不绝地 流进来的话 你的股市大概就一直有那个能量 让它可以继续往上升 所以美国的股市 目前是完全取决于情绪 就是你有一个好消息出来 大家就一哄而上 股价就爆发 一会儿一来 马上就大跌 就靠这个东西 让它福福成城 但是其他国家就不一样 其他国家呢 如果一面升息 一面积极衰退 一面资金流失 你说股市要怎么繁荣 繁荣不起来 所以就其他国家来说 这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 根本就在拉不起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美国呢 目前的情况就是 它一直在受到好消息的刺激 所以你要不断地给它好消息 也许它就会不断地往上升 所以它可能如果会往下走 可能就是真正看到经济衰退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比较看坏 对 但是目前衰退的迹象并不明显 难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两百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